哈喽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潘 专家座白酒团过河批发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款钓鱼台的产品 这两款产品我在以前的视频上都给大家单独的分享过 就是一款是钓鱼台的方滑 还有一款钓鱼台的精品铁盖装 现在手里这款方滑是轻盘方滑 轻盘方滑从包装升级 之后酒体做了一个调整 说这款产品的酒体上调为S级了 第二条精品酒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那款第二条精品铁盖装 具体酒体有说S级的也有说是特调酒体的 今天我们对比一下这两款产品的口感和区别 到底有没有什么差异 到底有不一样的 有没有风格有没有不一样 这个轻盘方滑呢 前几期视频中给大家分享过 包括单独的品件 包括和那款普通版方滑呢 进行了一个对比 今天呢我们拿钓铁盖对比一下吧 它包装升级之后呢 这个酒铁也是做了一个上调 其实钓鱼台的产品品质呢相对来说确实都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呢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包括钓鱼台在内的所有好多企业的酒啊价格都比以前高很多了 酒铁颜色呢属于这种微黄透明的一种颜色 酒铁颜色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这个钓鱼台这个整体的用香气啊风格啊确实非常不错 嗯酱香突出啊包括里面的花香还是比较明显的 还是钓鱼台这个产品的这个它闻起来比较舒服啊 嗯哼香气也差不多 你感觉这个铁盖这个香气和这个昌华气性略微有一点点差异 就是怎么说呢有种那种 嗯就是那种略微要轻轻有点微酸那种香气啊感觉 嗯 整个酒铁入口非常的舒服很协调 酱香的浓郁度也很好 然后呢这个回味尾断这种 嗯回香啊包括植腰香味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略微有点那种 微苦属于正常的一种情况 而且它回甘啊非常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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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再换产品汁口中感觉差不多 我感觉这个铁盖尾端焦香味要重一点 但是喝起来它这个下咽这种感觉 这个没有这个切码的方滑顺 但是尾段酱香的浓郁感 还有这个回味这种焦香的舒服感 要越微的要比方滑可能要要要要好一点 这款雕材几个铁盖 这个很多朋友都说 有加了一些毛财经特调的 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说 反正这两款产品的口感相差不大 区别也不是很大 因为这种价格的产品 你要是找细微的差别的话 你想同样的酒厂 同样的一个价格差不多的两款产品的 这种区别差异的可能 单说酒体的勾调 或者是特调酒制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酒体 它可能相对是有一个差异 而且方滑这个产品确实现在的新的方滑要比以前的方滑酒体上调了 而掉一台铁盖这个产品的市场做得非常好 包括华智酒行运营这款产品包括口味销量 包括搞一些营销的一种模式 反正这款铁盖最近也是很多朋友都在找 价格确实要比以前高很多了 具体的口感具体的品质 我个人感觉差不多 差异性的东西可能会有一点 但是呢 不代表这个产品的酒体 就是 因为它这个再掉产品的本身年份不一样的 我这款产品是2020年的 这款是2021年的 所以呢 它有一些区别呢 可能 根据年份的不同 可能略微有一些口感上的差异 但是呢 关于产品的品鉴啊 你可能一时一时的口感 今天喝或者明天喝 有些包括心情不一样 包括这个 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原因 可能对一款产品的品鉴呢 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种体会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品鉴的这两款 钓鱼台的产品啊 轻易版方华和钓鱼台精品铁材装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 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